Hello 大家好 我是面具男 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 三把量成啊 比较强重系的这个折刀啊 也是就是说 比较偏强重的这个折刀啊 介绍三把 包括它的对比啊 首先第一把我们都介绍过 其实三把刀我们都分开介绍过了啊 就是简单说一下第一款ZT 第二款ST 第三款IH 就是给大家一个直观的感受啊 把四把刀放到一块啊 大家去来对比一下 看看究竟喜欢哪一把啊 或者是究竟觉得哪一把 才是真正的这个量产里面啊 比较好的啊 当然现在说到三大量产啊 一般是CR ST还有IH 但是CR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风格啊 不是不太喜欢 但是CR确实是好刀啊 确实是好刀 在三大量产里面 它的排名肯定是第一的啊 CR 好现在我们从 呃 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 这个这个强壮系 折刀的这个阵容啊 当然你说啊 现在某些啊 重折 对吧很厉害啊 对确实很厉害啊 但是呢 这个重量 对吧 重折重折吧 太重了啊 比小只都重 顶两把了都快 啊 然后我说今天所选的这三把折刀啊 重量都是控制在一百八十克以内啊 应该都是在一百八十克以内啊 没有超过一百八 呃 重折的话 大部分都两百克往上了 对吧 大部分都两百克往上了啊 呃 当然换过 呃 换过贴片的XM18啊 大概在一百八十克左右啊 在一百八十克左右 呃 这就是我能接受的 就是说 鞋带性的折刀的极限啊 鞋带折刀的极限 然后如果 对吧 你如果比如说再沉了 我带的其实就有很大压力了啊 这把其实带的 就有点压力了啊 但是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再沉了的话 那就 对吧 我就我就我就接受不了啊 仅代表个人啊 仅代表个人 当然你说我就带中的 OK 没问题啊 对吧 好 再说第一把啊 呃 ST的折刀 啊不 ZT的折刀啊 ZT啊 这是之前的那个0550版本啊 0550 这是个DLC版本啊 说一下ZT ZT之前是有几个分支的啊 它的 它的某个系列啊 是代表某个设计师的这个折刀啊 03系列啊 应该是新的乐设计 对吧 呃现在可能 可能会 有别人的 有别人的啊 但是大部分都是新的乐设计 对吧 我我 我不太了解了一个啊 然后 那个05系列啊 呃 这个0550啊 还有这个0551啊 这些啊 好像是新的乐设计 你像0055这个 啊 啊 好像是这个 这个 对GTC的这个合作款啊 然后你像这个 呃 还有8系啊 还有这个 4系应该是星可维奇的这个设计啊 然后 它有自己的设计啊 7系和8系我不知道啊 7系和8系 那个0777和0888应该是ZT自己的设计 啊 这个 对吧 5系啊 05605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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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对吧 0560 0561 0562 对吧 呃 还有这个0550 0551 这几款应该还有 还有还有03系列啊 039几 0392 0391 呃 这这这这这这几款应该都是新的乐的设计啊 这两个人是 比较曖昧的啊 搞的就是啊 ZT和新的乐啊 哦 可以看一下 啊 这是这两个人的 呃 不是这两个人啊 这两个牌子的产品啊 其实我们今天都把它在这来对比一下啊 首先 呃ZT我们看过了啊 再看ST啊 ST这个公司之前简单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啊 工作室 台北亚的公司啊 亚的工作室啊 产量不高啊 然后追捧度但是很大啊 呃 这把的折断呢 其实我刚来的时候对它评价并不是很高啊 因为我对ST对吧 神刀ST这个这个预期还是蛮高的啊 但是到时候的话其实并不是那么 呃 让我预期的好啊 然后第三吧就是我们最熟悉的这个RH了啊 但是这次我平的时候我并不会偏RH啊 我们就是放到对比里面去啊 对吧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OK好 现在我们来看三把折刀的这个 其实价位方面来说啊 先说价位吧啊 价位来说 ZT肯定是最便宜的 对吧 这把折刀你现在拿二手拿二手的话 大概就在一千块钱上下 对吧 但是Ebay比较贵啊 一般这把Ebay这把折刀普遍都在一千三四以上啊 你带回来的话 你再加三四百块钱的代购费 对吧就就一千六七一千七八甚至啊 对吧 所以说这把刀还是呃 在国内时候比较划算啊 在国内时候比较划算 呃怎么说呢 呃应该是最便宜的 这三把里面最便宜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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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壮系的这个折刀了啊 强壮系的折刀了啊 呃 ST价格大概在三千五以上啊 在三千五以上啊 不管是什么版本啊 反正我没见过低于三千五的ST 好像出了二手 对吧 I长现在价格大概在四代的话应该在三千以上 甚至便宜点的话可能到两千八两千七看品项 对吧 然后六代的话现在就是四百十五美元 你就可以随时拿到啊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 呃 好 这是说了说完价格 然后我们看把三把刀打开啊 看一下这三把这刀 需要说一下的是啊 这这三把这刀全是用的 这个电片啊 没有用轴承啊 你说呃偏强壮系的这刀啊 我用个轴承行不行啊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吧 那肯定是不行的 啊 你说啊周庭顺滑啊怎么样怎么样 对吧 好 但是啊你可以看一下啊 呃 看一下这把ZT啊 这把ZT是电片这刀啊 它的顺滑程度完全不逊色于周程啊 它的顺滑程度完全不逊色于周程 对吧 甚至RH啊 这把RH其实很久没玩过了啊 就是在调试之前啊 我调试的时候 它也是可以中立关刀的 也是可以中立关刀的 现在可以抖刀落刀啊 稍微一抖啊 只要过了这个定位珠这个点啊 稍微一抖它自己就关上了啊 ST这把是顺滑度最差的啊 啊 但是呢它也有一种就是 就是周程没有这种阻尼感啊 也是没有这个阻尼感的 嗯 好先说第一把 ZT啊 先看这三把刀的刀刃啊 呃 三把刀 呃说一下 中间这把是飞版的F版的啊 呃 这个这个这个飞版的这个这个 这个SNG啊 飞版这个SNG 呃 它还有一另一个大版 就就就就SMF啊 这把有个大版叫XM24 所以说但是这两把大枪是3.5寸的 都是啊 所以说我就拿它来做对比啊 然后这个但是是加加厚版的啊 加厚版的 我普通版的话 应该跟这个RH是用的是同样的板子啊 大概都是4.2 或者是4.3啊 可能RH这个ST稍微要粗一点啊 要稍微要厚一点啊 而S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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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RH啊 大概用的是这个4.2啊 4.19好像是啊 4.2毫米厚的这个板子 然后厚度的话 几乎这两个是不相上下的啊 几乎是不相上下的啊 几乎是不相上下的 呃 而ZT这个啊 ZT这款0550 啊 它用的是这个 4.0厚的板子啊 4.0厚的板子啊 3.9几来着 反正是接近大了 3.98还是3.9几啊 反正是就是4毫米厚 对吧 4毫米厚的这个刃 这两把一个是4.3 一个是4.2 可能就这点区别啊 可能就这点区别啊 刃厚方面啊 ST最后 对吧 呃 飞板的话可能是已经达到了4.6 甚至4.9 对吧 对吧 呃 飞板的可能会厚一点啊 上次我量过 但是我忘了数据 好 然后刀刃 这把刀刃是一个高位平模啊 高位平模 并且开了假刃啊 从这个背面看 这把刀还是比较鲜薄的啊 比较鲜薄的 这是四个厚了啊 不要小看看啊 我离着镜头比较远啊 离着镜头比较远 这样的话看着就比较厚 对吧 对一下焦 呃 这样看就比较厚 对吧 然后ST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厚度 这厚度是很大的 厚度很大的 它一直延伸到了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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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滑尺这 所以说你看这样看 你是哎 对它挺薄的啊 看不出它的厚度来啊 其实这把刀是很厚的啊 你开哪 看着快开骑这 对吧 虽然这周围也都有这个倒角啊 看快骑这啊 其实很厚的啊 当时我以为这个 RST好厚啊 这个对吧 但是我跟它的肥板啊 跟这个新的肥板的一对比啊 它是一样厚的啊 发现是一样厚的 这个视觉方面它可能给你就感觉比较厚啊 视觉方面它感觉就是给人感觉就是说 可能是厚一点啊 这样我给大家做做一个 其他刀的对比啊 与蝴蝶 对吧 蝴蝶这个537啊 你去对比一下 对啊 这后 薄厚就立马就能看出来了啊 这薄厚就能就能立马看出来了 对吧 然后 那跟ST的比 嗯 近一点 对吧 从镜头里面看着 其实差不多啊 但实际上 要差的很多啊 只能这么说了 只能这么说了啊 好 RH 对吧 反面 RHD看这个快开旗帜 好 转上去这样吧 反正是啊 转上去这样 然后 刃后方面啊 呃 这个开刃方式 这个是高位拼模 而这个ST这个版本呢 是一个 马刀模的设计 但是这个是凹模啊 是这个凹模 呃 并不能 它虽然刃比较厚啊 但是 切割性还是蛮不错的啊 但是深入切割有 会不会卡刀呢 这个我没有试过啊 我这个马刀模 我没有试过 深入切割这个 这个这个状况啊 啊 啊 RH 啊 RH是这个 也是这个 算是马刀模的一种啊 但它是用的是平模 啊 后面是开油甲刃 用了这个 spin刀头这个打磨 啊 就这三个刀刃的强壮射击度 而而而言啊 这个spin刀头绝对是三个里面最强壮的啊 你 你说啊 se很厉害对吧 se确实很厉害啊 但是你看这个刀头流厚就看出来了 这个刀是比这个刀要厚的啊 这个是肥版的啊 我 我我我我没有给大家拿起肥版的行得了这个刀啊 这把是普通版正常版的啊 啊 就不能这不能叫普通版啊 这个叫这个还是定制版 这个这个是普通版的啊 其实你你跟这个一比其实的话就就能对吧 就能看出来了 对吧 然后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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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度 嗯 这样一对比的话 你看他的刀头流厚 其实流的还是蛮厚的啊 这个这个呃 新德勒 然后刀刃强度的话 你平模肯定比奥模要好 因为他的刀片比较宽 对吧 类似于三类似于蜘蛛的三角形刀刃 而这个新德勒的话 用的是就是 前端于这个斯盘的刀头打磨啊 他的这个筋对吧 这个 怎么叫刀刀筋了啊 这应该叫什么 那就是这一块啊 一直是保持到平的啊 一直是保持到4点4点 这个这个 4点2的刃后啊 一直到这边 他是立马一个切线下去啊 把这个刃后刃刃一下子减薄 而不像ZT这样啊 ZT这样是一下子延伸到前方啊 所以说他的前面看的是 比后面要薄很多的 而ZT这个 其实这个版本 我为啥喜欢他呢 是他的留后 前面也留的很大啊 相对来说 夹刃版本也是留的很大的 呃 可能用起来没有夹刃版本好用啊 但是我还是蛮喜欢啊 我不排斥这个版本啊 不排斥这个版本 好 呃 我觉得开刃的话肯定是 这个开刃强度啊 这个开刃强度啊 应该是这个 RH是个最强的啊 RH肯定是这个最强的 好 就是这是一个啊 然后刀片强度 首先这个刀片宽度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宽度啊 这个ZT跟ST这个 其实差不多了啊 其实差不多宽啊 然后辛德勒 呃 跟他们比 呃 不能用这个版本啊 用用我们用这个 呃 普通版本去比啊 但是不会不会 先不要开饼啊 我们用这个普通版本去比的话 其实厚度 差多少呢 我给大家挪一下看看啊 大家能看到吧 啊 上面我对起来啊 上面对起来 后面能插出 也就两三毫米 对吧 厚度也就插出两三毫米啊 千万不要小干 你看平时你看的啊 辛德勒刀 啊挺修长的啊 你别忘了他这边还有个假刃啊 嗯 这把吧还是 对吧 你这样看看 对吧 那 就总感觉ST这样 这个这个这个 比较厚啊 其实辛德勒 这样我跟你拿着 其实一对比的话啊 你看能看出来啊 他并不并不窄啊 这个刃 他并不窄啊 对吧 他并不窄 他并不是他不像他这个钱 一下子收到前端啊 他是 比较一个缓慢的一个延伸啊 一个缓慢的一个延伸 把这个 这个刃延伸出去的 嗯 好 然后这是刀刃方面啊 好 我们再往下看啊 往下看 这把折刀往下看 第二个方面就是什么 指刀柱方面 啊 指刀柱方面 指刀系统啊 这三把折刀呢 这个无一例外啊 全是用的这个 指刀尖指刀 啊 就这个指刀尖的粗细程度而言 啊 就指刀尖的粗细程度而言 嗯 我看看这把肯定是没有的比了 对吧 这个我还真没量过啊 我只能通过眼睛去判断了 可能会有误差啊 可能会有误差 也给大家促进一点看看啊 我拿个盯个叫盯个叫啊 好啊 那大家可能感受RCT这个很粗啊 但是好像现在这个 更粗那么一点点啊 因为得这样看啊 这样看啊 这样看啊 这样看 因为辛德勒它是用的这个 堆叠式的啊 这个层叠式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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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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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推的这个 这个应该叫指刀尖啊 而ZT用的很小的这个层 也是层叠式的啊 不过它的层叠式很小啊 接触面很大 然后 指刀柱最粗的话 也应该是指刀尖最粗的话 应该也是这个 RH啊 你觉得这这ST新款 老款可能会粗一点 但是新款的话是比较小的啊 是比较小的 这是第二点啊 这是第二点 呃 指刀尖的这个粗细程度啊 这个就保证它在这样的强度啊 这样的一个强度 第三个强度 第三个要说的啊 第三个要说的 就是 整把 折到它的刀柄强度啊 刀柄强度 我就不能看这一把了啊 我们就是都看基础配 基础版本啊 都看基础版本 呃 可能以前的 呃 这个这个叫什么来着 ST啊 它可能是这个计时的 呃 铁品啊 这个是铝的啊 我们就把它当做是计时的 来判断一下啊 把它当做是计时 也不能当做 而现在都是铝的了啊 我就说这个新版啊 就是老板我就不提了啊 就不提了 老板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一块啊 呃 老板的话 呃 这个这个这个刀柄啊 这个是铝饼 然后加钛饼 这个是 呃 太饼 加这个 G10 加这个钢秤啊 加钢秤 呃 这个的 RH的话 应该是 太饼 加这个 呃 G10 加钛秤啊 加钛秤 然后这三只强度 单纯从强度而言的话 毫无例外 肯定是钢秤的强度高 对吧 你说钛的强度比钢的强度大啊 某些方面可能抗拉强度啊 这种抗弯强度啊 可能会比钢大啊 但是你说耐冲击性这种的 我肯定是钢要比钛要好的啊 否则 对吧 这个这个 这个钛就可以取代钢了 对吧 啊 这个这个钢件肯定还是比钛件要 要要坚固点的啊 要坚固点的 虽然钛也非常坚固啊 他也非常坚固 呃厚度的话 这两个应该是一样 一样厚啊 这个 RH的这个 这个跟ZT的这个应该这个称称片啊 应该是一样厚 一样的厚度 但是 但是 这个 ZT啊 它的这个称片 内部是有这个减重处理啊 有这个 有这个减重处理啊 大家可以看到 能看到吧 里面是有减重孔的 啊 而RH里面啊 是没有减重孔的啊 从哪边看 从这边看 RH里面是没有减重孔的 啊 它只有这个 尾声孔和这边一个小孔啊 这边一个小孔 可能是当时开开定位 开螺丝孔的时候一个定位孔啊 呃 强度而言的话 我觉得肯定是刚称最高的啊 这铝的这个不做评论啊 铝的肯定是最低的啊 铝的肯定是最低的啊 铝的肯定是最低的 软对吧 这个材料啊 没办法啊 可能G10版的好一点啊 但是也好不能打去 对吧 G10版们可能要比好一点 那他们终究没有这种有刚称的 或者是有钛称的这种结构要结实啊 在这个环节 我觉得ZT这个刀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就结构坚固性而言可能会好一点 虽然他的钢层有减重啊 虽然他有减重啊 可能但是 嗯 我可能感觉他的强壮度会更好一点啊 可能感觉他的强壮度会更好一点 嗯 OK 再说他的太饼 啊 太饼 这三把刀的太饼厚度啊 把大家给大家来一个直观的感受对比 啊 呃 我也没量过啊 我也没量过 呃 我们就用眼镜来对比一下啊 先把ST放一边啊 我们先来对比这个 呃 ZT跟这个 RH这个刀柄厚度 我得找哪个地方呢 因为这两把 他这两把吧 都有刀角 上次我想对比出来啊 结果还是没有出来 没